大家好 我叫长平 我来自辽宁沈阳 现就读于澳大利亚纽卡瑟尔大学 共读双硕士学位 我读的是MBA和应用经济 今天来到菲尼莫首的舞台 想要寻求一份有关 管理和金融的职位 谢谢 欢迎长平 你好 你好 长平呢 再握一下 握手非常有力 30岁 对吧 对的 18岁出国留学 对的 在国外念书念了12年没断呀 基本上没断 中间断了一段 18岁是出去念什么 我去了之后先念语言学校呀 18岁是去哪个国家 爱尔兰 爱尔兰念语言学校 语言学校毕业了之后念什么 语言学校 然后后来就转到一所 去了一所高中 就念了两年 念两年语言 然后接下来念的是本科还是专科 念了一年专科 一年专科 专科完了之后再念的是什么 本科 本科念了几年 三年 又念了三年本科 本科完了之后呢 然后就工作了呀 第一份工作是那个 会计师助理 然后干了一年 然后又跳到了一家大的投资银行 然后他那个职位反正就叫基金管理吧 做了多久 两年半将近三年吧 那为什么又不做了呢 因为当时就是说赶上那个金融危机嘛 就想说利用这个机会 大家都利用这个机会去学习 然后想说再就是说提高一下自己吧 08年的时候 没有 10年了 到10年了 对 然后10年4月份我就去了澳大利亚 因为当时大家都说澳大利亚特别好 然后我就去了 在澳大利亚念硕士 硕士 对 专业是 硕士嘛 就是那个MBA和应用金融 MBA和应用金融硕士 两个硕士 对 你为什么现在想到要回国内找工作了呢 硕士都念完了 我就觉得差不多了呀 然后工作经验也差不多了 我就想说回来试试 冒昧的问些私人问题 结婚了吗 没有 还没有结婚 没有 今天幸亏沐妍没有来 要沐妍来了之后 马上就该又张罗人介绍了 我有注册 他那个网站 没有找到 他注册了沐妍 他们的网站 但是没有找到 不是 我自己不相信网练这件事 现在要找这份工作 咱们这样 薪金要求 我现在 我想要8000 想要8000 想做金融 想做金融 因为我在大的基金公司做过嘛 然后就是说 我的主要的经历和经验吧 都是关于基金管理这一方面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是做 像IPO准备上市啊这样的 或者说是资产基金管理 我应该都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至少可能会有一些不同 因为国内和国外毕竟不同嘛 但至少应该接触 还没有 虽然我听不懂 但是他们可能有能听懂的人 你给我们说一个 你曾经做过的最大的项目 我的经验就是没有说做大项目的那样 都是基金管理 就是每天我们在股票市场和交易市场看到的价钱 都是我们做出来的 你的工作流程当中 有任何需要你做决定的地方吗 有 有的时候会有的 举例 对方的银行 就是你存进去的那些银行 要讨论 更多是确认 其实跟你的背景知识这些 也用不了什么背景知识 也可以这么说 对 那常平 我想问一句啊 这是一个比较标准的 就是说这个流程不是你创造的 是一个操作的 也不需要你有成道性 就纯操作的 对 那国内你觉得有这样对等的工作吗 我现在就知道 可能道富银行 是现在跟我这个应该是满对口的 金融有没有国内的一些 必须要考的考试 我不知道国内要有什么考试 你了解过吗 现在还没有在了解 现在还没有了解 但是你觉得你自己 以前的经验够丰富 对 我想问别的 我不懂基金啊 然后那个 然后你也不懂吧 少刚 你觉得呢 你敢说你懂吗 反正我能都懂听懂 我们能对话 你看对话多流利啊 用英文 什么用英文 在我们的国家 我凭什么要用英文 少刚 我想问 我看到你这个有很多什么双硕士啊 然后在国外的这样的一个经历 但是我觉得你身上没有那种 就是变态女白领的那种感觉 就是抛着那种散装英语 是 对 而且我你知道我最喜欢你说的一句话 哪一句 就把它给求出来 我也是 把它给求回来 我问他为什么不像我看到的那些人 就变成那样了 非常好 你为什么不使用散装英语平时 我觉得我心态还蛮平稳的 就是说 我不是说我从国外回来 我就比人高人一等 我觉得大家都差不多 周围会不会有很多人说话的时候 都人 那样比较少 有 但是非常少 我的同学 我觉得人语群分 就是我的朋友 可能都跟我应该是一样的 就是反正说散装英语 他们是另外一波 对 我是这么觉得的 咱们需要用的时候就把他们求出来 好 各位 现在我们就是通过对长平的基础了解 大家要做出一个判断 长平是一个专业求职者 所说的专业求职者 就是他的专业和他想要找的那个工作 方向是比较吻合的 但是从我们的理解角度 像我和李静这样的智商 又是很难理解的 也许很多老板都理解不了 如果理解不了 提供不了 请离开 我再说一遍 张平 不是因为你不好 而是我们要找工作 选择 男孩离开 毛毛离开 王女生离开 一共有六位离开 还有一半留了下来 努力证明自己的能力 天生我有才 我想给长平一个建议 其实我觉得你非常好 专业能力也很好 但上来之后呢 你一直给人家的感觉 就像找工作这件事情 你不是最热衷 有点说可能我再回去澳洲 再看看怎么样 既然找工作了 既然开始了 就用多点力 如果国内找不到适合的工作 你对自己下一步的打算是什么呢 我一般都做两手准备 第二手 因为我还要回去 所以我也会继续找 如果实在找不到 我可能就看在澳洲能不能找得到 在澳洲也在找 在国内也在找 其实你是属于给自己处处留后路的 对 你们刚才说他处处给自己留后路 其实他是没有后路 他总是在找下一个可能的路 就这边不行了呢 下面有一个机会 你看他从语言学校到高中 高中完了专科专科大学 你发现其实每一个都是 就没有一个系统在里面 都是反正现在能做一个 那我就上一个这个 这边不行 我再到那边再上俩硕士 其实我想知道你的个性 因为我感觉你学这个财务专业 都学错了 感觉你憨憨的 然后呢脑子也不是特别灵 其实我觉得做算数 怎么这么说话呢 怎么脑子不会灵啊 其实他不是说他不想找工作 他就是感觉可能会找不到 所以我的感觉就是说 假如给你个职位 我们接下来要私募 那比如说私募的对接的这个工作 你就去跟人家打交道 憨憨的公关的 然后能老板很脾气急 但是你不急 然后都跟人家笑 然后慢慢的看财务数据 你又比不专业人士专业一点 但是你比专业的又差一点 但是你不用看错 这样的事你能干吗 我觉得我可以跟人打交道 就是说那个 其实我工作起来跟现在不太一样 我是觉得我的感觉就有点太厉害 太凶 我要找一个助理兼做私募的 你不是感觉小燕你不是感觉特别厉害 还要求我 所以我希望要找我一个对立面的 就是憨憨的 然后比较友善的 但是千万别真傻 是吧 你狗狠 我给你说一件事啊 小燕 就是你啊 是非常典型的 干了好事不当好人类型的 就是其实你每次说的那个话呀 最后都是夸人的 你想夸他是你的对立面 你想夸他 他的憨厚 包括他的笑容 是有亲和力 能够让对方和你聊天的 你太了解我了 但是你偏用那么难听的话说人 但是实话实说他那个工资我觉得有点太高了 因为我觉得他跟刚才那个2000的小孩 除了学的时间长以外 但是我也不觉得应该是四倍的这个增长 这是你的考虑 一会大家可以在这个问题上聊 说实话 这工资不高 如果深圳是同样对接人 他工资是年薪只有十几二十万美金的 这是常规的 所以说他的工资不是一个真正的同样对接人 但是他 所以我的问题是 社交对接的时候开始问题 你怎么去评估一个企业估值 这只是一个很简单的 企业的价值多少 理论知识 怎么评估知识 估值 如果他要是上 我是觉得他 他有多少就是固定资产 然后还有多少那个上市的那个资产吧 加在一起 那错了 现在企业估值不是这样做的 这是明显是干涉的错误 因为我看你的工作简历里 我想了解你对数字的感兴趣程度 比如说你学过会计 你对数字有敏感吗 还好 就是平时生活中不是很敏感 但是那个工作中我是够仔细 就是说我一般不会弄错 基本不会弄错 就是每个企业如果做同行对接 这个可能一辈子也就一次 那除了这之外 其实我觉得还有很多跟财务相关的管理工作是可以做的 比如说像很多企业都有ERP的管理 我们就有 我觉得我的总经理助理就很需要有ERP管理的基础 就是每天对数据变化的时候会有反应 对营运进行指导 这样的工作你会感兴趣吗 会 所以六位到了大家二次选择的时候了 长平 你们决定是应该继续还是离开 选择 陈欧美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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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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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家留了下来 分别是咖啡之意和伊利诺伊 谈前不上感情 先听听职位 我还是那句话长平 来这块找工作 不管在哪找工作 在找工作的过程当中都有你想的和实际的 这是两回事 明白我的意思 明白 来 咖啡之意提供的职位 我给你提供的职位就是总经理助理 总经理助理 是你的助理吗 现在我需要一个营运助理 就是在ERP上面写入 进行管理的人 好 总经理助理 但是主攻的方向是运营ERP管理 对 好 来 伊林诺伊 董事长助理 就是我 就是我的助理 石小燕的助理 但是石小燕的助理不好当 因为石小燕的这个特点是这样的 第一 做了好事不当好人 第二 有好话从不好吃 第三 脾气暴躁 就是到今天都还没有助理 对对 第四 喜怒无常 其实小燕姐啊 就是一个心之口快的人 一般心之口快的人都心地善良 其实你们俩在比心上很像 你说你们两个女的操什么行 我这还没 我这还没但是呢 但是 没坏心眼 明白的意思吗 但是就前面说的这都是问题 但是没坏心眼 就使人和人表达方法不一样 心眼还好得很 对 石小燕偏偏就是个莽装人 不管 反正就是董事长助理 这就是总经理助理 谈钱的事 自己来 银总 好 银总 银总你这边给的薪金是 以你未来的发展来说 八千是可以的 但是现在你进入这个职场 只能从五千起 两个月试用期 包吃包住 好的 我跟那个 尹封的条件是一样的 这也是包吃包住 事工期三个月 包吃包住吗 包住不包吃 这里有一个错位 包括我觉得老板和选手都有错位 选手觉得自己是在金融界 其实他根本不在金融界 对 他只是做了一个金融界的一个 你可以说跟那些做行政工作 做那些 没有太大差别的一个工作 对吧 作为老板来说要想好 就是不能在这上有任何期望 你可以看中他的一些 基本的素质和能力 如果适合 就这样别错位了 错位之后他也会觉得不满意 觉得入错行了 这边觉得入选错人 我同意杜佳老师的 我和小燕姐给他的职位 都不在金融界 其实真的是 他自己也明白 上刚其实真的是 开始杜佳老师点评 是非常一阵健学 他对金融了解真是有限 他的综合素质 包括他的脚踏实地 是非常适合做助理的 而且我做一个基本判断 他其实对财务 对这些东西都没兴趣 有兴趣 他根本这两个工作 看上去都是不错的 他应该都能坚持下去 所以这样吧 长平 希望杜佳老师刚才的这段点评 是针对你的 你更多的从中去想 我要从事的行业 究竟是什么行业 坦率地讲 今天真的没有金融行业 这两个都不是金融行业 那么在这两个地方 可能你的金融学的内容 仅仅是你具备的知识 的组成部分 那这究竟是不是你的职业选择 15秒钟的思考 长平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是咖啡之一 还是选择 伊利诺伊 还是选择谢谢 飞回澳大利亚 咖啡之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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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